这个连一些都出去了 就这样子 小心翼翼将蜂箱内的槽框拿出 上面密密麻麻的蜜蜂 看起来真的好吗 年过七旬的豆瓶妹 每天就跟着几十万只蜜蜂箱处 早已被盯习惯的她 整理蜂箱动作俐落 却也不马虎 采访期间正值冬天 照顾蜜蜂就得给予充足的粮食 补充热量 另外蜂箱有些出入孔都关上一半 就是要让内部很温 豆瓶妹误打误撞 踏入养蜂领域 如今也迈入第五年 在南庄地区是经营不错的模范生 但说到养蜂最头痛的 还是这些补肃之客 那是不一样的蜂蜂吗 哪里 你旁边 那个就是黄角蜂 黄角虎头蜂 对 我们这边 它又来捣乱了 它是还好 抓来预知就走 抓来预知就走 这个食物链嘛 像这些我都不会去弄它 就是那个中华蜂很讨厌 它会把你整箱都灭掉 包括同一地区的日红焕大哥 他才养不到一年 也曾遭受虎头蜂侵扰 短短几小时 就能将一箱又一箱的蜂群灭光 成为蜂农们的头号敌人 转到另一座蜂箱之城 其中一排实验信设置电网 就是来阻止虎头蜂入侵 返乡今年跟进会的蜂箱 限制还有两层 拿出草框 向我们介绍这两层楼的透天措 跟进会透过不断与外界合作 它的蜂箱可以依照蜂蜂习惯 清楚地将蜂蜜花粉 以及蜂软分成 森林蜜除了蜜园多样之外 所采的蜜是让蜂蜜自行浓缩封盖 因此跟其他地区的蜂蜜 还要加工浓缩不同 森林蜜从蜂箱拿出来 汤匙一挖就可以直接送入口中 应该说养蜂要跟着四季走 然后要非常懂得说 如何判断你这边的蜜粉园的植物 的开始胜况 然后你才可以 就是在对的时节 做对的时 协助蜜蜂 比如说把蜂蜂 抢去越冬之类的 像是冬季蜜 尝起来带点苦味 就是因为正值苦练花 盛花时期 蜂农也不大会取蜜 要留给蜜蜂过冬 而这也反映出零下养蜂 对环境敏感度极高 气候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蜜源 整个大自然 大自然的话 因为你也讲极端气候 整个大自然有时候花 蜜源没有那么充足 那你要看一下 你的蜜蜂的状况 如果说蜜源 没那么多的话 你相对的 你的蜜蜂不能养太多 等待着养蜂生涯 第一口蜜的日大哥 也不急于一时 反而用手机记录下 自己养蜂日志 更关注周边植物生态的 健康状况 而根静会说 这是跟土地学习的过程 从蜜蜂的活动力 产蜜状况 去认识土地的变化 以及环境资源 它很无聊去采蜜采蜜采蜜 也是它又让水果又成长 是不是 我们自己会反省 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个环境 蜂楼们都有一致的默契 在蜜蜂数量 蜂场距离上都不会超过环境 以及蜜源负荷 小小的蜜蜂牵起了 族人与土地的连结 大家也如蜂蜜般 心情地煮起 共存永续的美好愿景 约翅新闻 R156 苗栗男庄采访报道